小苏打洗衣术。 帮洗衣机杀菌,衣物除臭更柔软。 室内晾衣容易产生臭味,该怎么办? 日本生活智慧网站助提醒,这时别光顾注重洗衣服,忽视洗衣机脏了的可能性。 而简单食用的小苏打洗衣术,是使用小苏打代替常用的洗衣粉,不仅能帮助衣物消臭,变得更柔软好穿,环保的小苏打还能让洗衣机内槽维持弱减性,霉菌不再穿上身。 使用小苏打,杀菌效果UP,洗衣机也一起防菌。 室内晾衣臭味来自于衣服上的细菌,即便衣物洗得在前净,没有定期清洁洗衣机,里面的污垢及湿度还是容易滋生细菌。 而潮湿布料上的皮脂污垢,可说是细菌生长的绝佳环境,再加上没有紫外线帮助杀菌,更容易助长细菌繁殖。 若想加强衣物杀菌,除了选购具有强效杀菌功能的洗衣剂,你还有另外一个熟悉且无毒的选择,正是纯天然小苏打。 其弱减性能中和酸性的皮脂污垢,将衣服彻底清洗前净,并且让洗衣机内环境维持在弱减性,即此根除衣服臭味。 柔软消臭,经济实惠。 小苏打洗衣术 根据日本生活网站重曹贤史方,小苏打洗衣术有两种版本,一种是直接以小苏打取代洗衣剂,一种则是在目前使用的洗衣剂里面添加小苏打。 其中以前者更能减轻化学物质对肌肤所造成的负担,而且小苏打起泡较少,以清水洗净的所需次数也比较少,连带的也叫不浪费水,不妨一试。 方案一 小苏打取代洗衣剂 比例 清水10公升,小苏打粉2大匙。 请示家里洗衣机容量调整容量。 。 可着量加入过碳酸钠,氧细漂白剂,即代替柔软精的柠檬酸,小苏打粉,过碳酸钠,柠檬酸比例约为6比3比1。 方案二 将小苏打加入常用洗衣剂里。 比例 比例 平常用的洗衣粉或洗衣精分量减半,减少的一半改为小苏打粉。 。 小秘诀,小苏打粉代替柔软精。 在衣物进入清水洗净程序之前,加入一大匙小苏打粉,就能使衣物变得更松软。 。 推荐给讨厌柔软精香味或是肌肤对柔软精敏感的人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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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必须使用30-40度温水帮助溶解小苏打,不耐温水的衣物不适合一同放入。 丝绸等纤细的布料材质请勿以小苏打起敌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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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